有人想到提问吗? 请问一下,所以来自福岛的东西都不能吃吗? 哈哈哈哈哈哈 一応台湾政府停止了? 一応呢 目前日本、台湾政府有把几个线 他有把辅导线的输入的东西列为禁止输入的 所以目前现在台湾应该是没有 可是他有些东西他又不放在那个食品 就是大家自己有看到 因为其实好像政府的规定也有点奇怪 他是没有禁输果或者什么那些名 可是他又禁福岛的酒 就是福岛的酒在台湾的市面上是看得到的 这一陣子横浜的港里 郵便物进入台湾的汽车 台湾的汽车 被放射制度高了 而前阵子 大概是上个月的时候 然后在东京那边的那个横冰港 横冰港有一个就是他们的邮局 要进来台湾的货柜 就是里面人家都是信还是什么 就是人家寄的包裹什么 然后整个货柜 从外面撤的时候 辅射限量就非常高 所以那个货柜就不能够运 就不能运过来 不能搭船运过来 幸好日本的横冰港 横冰港还没有出发的时候 就已经被发现 但是如果说他已经运到台湾了 才发现那个过高的话 那不是那么高的浮身线量 的东西一直摆在那边 不是也是会影响到台湾了 不是也是会影响到台湾了 因为刚刚提到那个抹茶的问题 因为台湾也真的蛮多抹茶的 进口的抹茶的商品 那是指说 从各处进口进来的抹茶都会有问题 还是怎样不怎么去变食 抹茶的东西 例如说 抹茶的东西 抹茶的东西 例如说 抹茶的东西 抹茶的东西 例如说 抹茶的东西 例如说 抹茶的东西 例如说 抹茶的东西 抹茶的东西 例如说 抹茶的东西 例如说 抹茶的东西 例如说 例如说 抹茶的东西 在日本国内的抹茶 在日本国内的抹茶 并不是只有舞蹈线的 会超过浮射线量 日本全国的抹茶的 浮射线量都是超高的 都是超过的 有吃喔 有吃喔 因为茶叶的性质 因为茶叶的性质 就是它容易 它植物 它容易吸收 辐射线 所以 所以 现在日本进口的食物 抹茶都不吃了 所以 现在日本进口的食物 抹茶都不吃了 它完全都不吃 合在之后才不吃 还是原来就不吃 合在发生之后才不吃的 是 台湾 那 那我要问 就是 因为像台湾 现在就是 其实政府说的话 就是反指标 就是 我们现在政府说什么 你就觉得 他一定是说谎 这样 那日本 就是 经过这样 像 长期广岛这样下来 说 放射线 不会有问题 但是实际上有问题 那现在网路社群这么发达 那为什么大家还是 那个气氛 还是说 要复兴 就是 宁愿忽视掉 那个危险 这样子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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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すごく情報の流通が早いけど なぜかみんな実際の真実を分かず 政府の言葉だけで信じちゃう 最初に爆発した後に インターネットはデマばかりだから 見ないようにしましょうという 国というか県市役所 そこからみんなに情報が行きます 一開始発生核災的時候 日本政府有立刻就是講說 大家不要去看網路的東西 因為網路有一些什麼恐怖分子 或散布一些謠言 それは信用しない人は そんなこと嘘だろと出て行った人は たくさんいます 当然也是有人 有人會說政府講的是謊言的 會跳出來這樣說 だけどやっぱり市役所の人だったり 学校の先生も大丈夫っていう お医者さんも大丈夫っていう 少なくとなかなか… 因為不管是政府 或是工作 或是医生 都說沒有事情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說 相信這些人 相信這些人的話 應該沒錯 那為什麼那些人會覺得沒有問題 是他們真的覺得沒有問題 還是有 思考慮的人 思考慮的人もいると思いますけど 福島県の医大の医者と県の職員は 一番最初に要素材を飲みました 那些医生 其實医生和公所的人 其實他們喝宅一發生 他們那些臉都還沒有發給別人 所以他們就自己先喝了 市民には飲む必要がないと言って 自分たちだけ飲みます 他們並沒有發給居民 然後他們自己先喝了 店主さん的行政 Ul каз� 店主さん Luther devil 即使台湾に飲む人 店主さんはこの日本の些物に 更に Valor & 日本の肉 店主さんを確立した 店主さんの行政 店主さんの医者と書立した 日もイバー 店主さん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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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кой天主さんを聞いた 店主さん say 店主さんも 訓伴好的 日本円 我去 Ecuador的家庭 我去看了出面 我去看了一段時間 那我去看了很多人 我去看了很多人 我只要去看了 我只是推触环子 对磁台运測走 我一个名字添過了 科学生人? 我认识ATA 但是我剛剛講的大概是這樣子的 因為我合在之後完全沒有去日本 因為我不敢帶商人回家 然後我後來買那個輻射監測器 然後就在台灣監測器 結果我驚訝非常的高 有時候0.2、0.3正常 最驚訝的是在我家房間監測0.4 剛剛大家有印象 那個輔導很多都是0.13、0.28 結果我在台灣撤到的就是比那個地方還高的被禁止 那我很懊惱這是不是禁止的問題 還是台灣政府也跟日本政府一樣變冷了 因為台灣有刷核對料 所以就是很懊惱 因為台灣有刷核對料 有的有的學者說 這是核廢料買在那個核底 然後那個核底的沙子當作建材 然後流入市面裡 所以就有可能會有輔車 那我也不確定 對 所以我們想要請教文賣山 就是從東到東來 但是台灣不確實 不可能會有類似的文賣 我們說要抹茶冰淇淋 馬上六個留言 對對對 不可能會有什麼事 不可能會有的 物質 不可能會有問題 我相信 日本 的國家也會避免 但是台灣也會避免 但我想 可能會避免 我相信 可能會有小事 都可能會避免 從運転手上要經驗 就是台灣政府應該跟日本政府要隱瞞很多事 像有時候什麼停機啊突然沒有運轉或什麼是常常發生嗎 但是他們都不會說啊 日本的爆發發生前 原發發生了很多的事,沒有說過 福島核災發生之前,其實那個核電廠也發生過好幾次核災 只是比較小心的,大家都不知道 它平常就一直在露那些縫射線 只是說爆炸之後是一次量比較大,那它之前都是小量的在釋放 那不是限量,不是說你直接這樣測空氣中 其實最容易影響你的是土壤 它是會一直吸在裡面很多,所以你要測土壤那邊 最靠近土壤的地方 台灣現在實際上有在動的那個原子讀 其實是有八座 合一有兩個,然後合二有兩座 合三也是兩座 那個東壇的地方的研究所也有一個 那清大爺有原子爐 這些全部都是在動的 這些全部都是在動的 這樣一直在動的 所以如果核四再增加的話 那原子爐就十個了 就十個原子爐了 所以還是希望能夠,就是體脂合四 然後合一合二合三 除一之後就不要再動了 其實我跟我說這樣 就是那個五花八之西的那個不射物的事件 那種民生社區不射物是最嚴重的 有一些人叫王毅人 他們那時候其實他那時候 那時候他這個不射物的鋼筋 其實是從台電的核電廠出來的 那裡面呢 因為台電他為了要他的福利節 所以呢,據他的說法是說 其實台電的很多核電廠裡面的廢鐵 他們其實經過 就是說他還是有賣出來的 即使到現在聽說 都還要注滿 所以台灣的這部分汙染 他認為是非常難搞的 只是我們就不知道說 啊,到底流到哪裡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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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台灣的核電廠不停 這個問題 一定就是一直在思念 這種 可非要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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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就是市政府站 市政府站的那個板吉白貨 那個牆壁的輻射線量也是很高 就是律師公民行動聯盟 他們之前在測的時候 然後測到 他們的建材 像本來有一種花鋼岩 嗯 它那個火射量就會很高 或是說我們台灣有一些豪宅的建材 都會覺得好處豪宅 就像那個建材 因為我發過例子是說 他們家人的生命 是後來去測 才發現是那個建材 嗯 嗯 對,是花鋼岩的 後來是把那個建材擦變 嗯 就這樣一下 嗯 對 嗯 嗯 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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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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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第二個就是,剛剛有說說,有那個人講的就是那個人家是一間無敵的 我覺得那個人家是一間無敵的,但我住那一個人,我自己都覺得我那邊的企業有這樣子的好 我實際上大概都點點八道那邊,幾乎這是常態的 那我就懷疑說是因為核廢料燒,它那個燈,是往我這邊吹 我希望阿珠,在國大阪市的地方,現在有一個牽口的在國大陸上在美國那樣是 那麽有一個牽口的那種,那種等於有名字,她是從東西到達到 傳統裡面族,那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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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種,有一個牽口的牽口的 program,那種是要去的 因為它這邊是自省的一個牽口,那種奇心的部份來, 因為通常在國大陸下的地下了 他們是住家以後 住個地帶 太重 太重 要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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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先生好像 不是你有想要做 你有想要做 是這樣 我在2012年 就是核災救護的地方 我有去日本 經過現代 在2012年 有發現 那邊有當地的政府 給一些核災的居民 擺個攤位 就是幫助他們的攤位 但是我發現那個攤位 是非常隱密的角落 就是可能不太會有行人 會經過那個地方 所以我有一個感觸 就是說 好像政府很多做的東西 其實上只是做做樣子 沒有真的落實照顧那些人 當然就剛剛說謊話很多 我想台灣也一樣 所以我們大家都 因為最近大家都有去 做一些反合的運動 我們也很盼望日本這邊 大家能夠互相的交流 經驗 然後讓日本也能夠 因為日本是最有資格的 因為他們受了這麼多的苦 我覺得要民間的力量 一起來對這個事情 做一個很重要的抗爭 大概是 她人和來 Ryan 在這裡 消費 多了 變成了 有的 wrecking 我覺得 太陽 有的 技術 很適合 非常 複雅 她的自然之間也有不足以致 日本是有一個好的美女人 你最早的心情 你自己最早的心情 我最早的心情 那你最早的心情 你自己最早的心情 那你最早的心情 你最早的心情 你最早的心情 我自己是美女的心情 所以前面的癌是完全安全的,一般大事。 日本的醫生也一生頑皮操作。 安全的,安全的,安全的,厚重。 日本除了那個剛剛傑尼斯之外 我聽說他有北野武嘛 也是永和的藝人 阿還有沒有其他 也是名人 但是他是 就是好像有拿到那個東電的好處 拿到東電的樓錢喔 對啊可能好處還是怎樣 所以變成他們開始講永和的言論這樣 應該是所有的藝人 因為如果有人跳出來說他是反和的話 他就不會再 他就沒辦法再接到新的工作 有一個三本太郎 就是他原本是藝人嘛 後來他算是藝人 他原本也是藝人啦 然後後來他就完全接不到任何派系的員 但是不是已經有那麼多人走出來了嗎 為什麼這一塊還是 就是沒有像台灣這樣 就是大概只要幾十萬人出來 大家就覺得很滿意耶 但是日本不是更多人出來 包括那個大江尖山啦 也出來講話 但是為什麼沒有引起那個效應 所以兩位之後 台湾在十萬人 就會說十萬人 十萬人多,國人 是很高人 覺得很高人 正確的 而且很富裕 但是 當年 그리고 港人 日本最初爆発後的デモは 初めてぐらい人がたくさん集まった 那不是只有合在八生之后 合在八生后的那一次 有很多人出来而已 后来之后就没有 それまでデモなんか 見たこともないぐらいの人たちだったけど その時はたくさん人が来て東京でデモをしました 那一次是以前 大家都没有参加过社運的人 大家都一起参加了 所以才会很多人 でもテレビも新聞もそのことを 小さくしか報道しません 但是不管是电视 或者是媒体都对那件事情 做得能处理 人数も少なく書いて報道しました 人数上面 他们也是报道数非常少 跟台湾一样 3.500ぐらいのデモに参加したときに 警察の数がもう変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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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も警察非常多 道朝警察 もう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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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警察警察の隔音部停tte 幫了警察優以下 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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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警察拖打 其他的参加者因为有看到这样子的情况之后 害怕了而之后不敢参加 所以之后就都变得非常的小心 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一直不断累积之后 后来就越来越消声匿迹了 一个问题是就是台湾再过来就是要面临那个高阶核飞料的问题 因为现在核一场就是很快就要处理 那像日本的话有说针对核飞料或者说辅导未来拆掉 有要什么放在哪里还是什么怎么处理之类的 那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日本目前就是整个国家的氛围来说 是不是他们会觉得说牺牲少了一部分人的权利 那成就大多数人的就是说国家的利益之类 就是这样子的分文 日本人的权利益之类是说各种关系但是这一部分人的l 是说国家的利益之类是如何处理的 好多数人吗 对不对 第三個問題是 全國的氛圍 比較像是吸塵輔導這個地區 日本現在的雰囲體是 福島的一部 少數人犠牲 日本全體的大部分人的幸運 嘘 日本全體的大部分人的生活 維持 日本全體的大部分人的生活 維持 台灣也對 使用済み245的燃料 原子炉的中間 會有很多放在原子炉 日本全體的大部分人的原子炉 全體的大部分人 80%至50%左右 都沒有放在原子炉 日本現在的各個核電廠 其實也都已經放了高階核廢料 大概有50%到80% 這麼滿了 在青森縣 他們有一個叫做六處 六處村的處理廠 從各個核電廠 會把一些高階核廢料運到那邊去 六處村裡面有 再凝固工廠 也都說了 那邊是 那個六處村 名稱是叫做處理工廠 他名義上是說 他會再處理這些高階核廢料 但是實際上 他們處理這個核廢料 把它轉成那個布的那個技術是還沒有的 所以他只是先 從各個核電廠拿來布 放在那邊 就是現在變成 又堆到那個地方去 除了核電廠裡面堆之外 另外還堆在另外一個地方 那除了六處村之外 因為六處村那個也快滿了 然後 所以他們又在六處村的附近 找到另外一個點兒再蓋一個 就是也是儲存的 現在的高階核廢料 他們在那邊已經放了一萬七千噸 主要可以如針對自己 主要的內�還是出性 вкус來順利嗎 有些人都可以增加 還有 在危險的地方 很多人都有攻擊 漫画家的《美味しいも!》 就是漫画家 《福島真実》 《鼻血》 就出了漫画 应该不是说他们是弥漫着要牺牲辅导这些人的这样子的氛围 而是说大部分的人选择不看、不听、不说 对对对 然后最近有一部很红的那个就是漫画 这座就是好吃的那个美食家这样子 那他里面就是写到辅导篇 画到辅导篇 那他就写说那个里面的主人翁刘鼻写的事情 那就有很多人写信到那个出版社去抗议这个 就是什么流鼻血跟那个辐射线那个是没有关联的 但是实际上真的会因为辐射线导致人会打掉的流鼻血 但是如果有人因此而想要把他就是好像在公开的地方把这件事情公开的话就会被攻击 所以只剩下在推特之类的或是那个网络 不是用真名然后没有露脸的那种 有人会说很危险或是怎么样就是跟人家讲这些事情 可是只要是要露脸的地方的话都没有人敢说 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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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激